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是三百万 有的是数百万 你现在用面积来认定来补助 没法用实质来认定的时候 这些农民的顺势会非常的参丹 希望这要有实际的认定 另外就是说災后很多的公共设施 包括水利的设备 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 这些农民没法继续跟着 所以是不是应该说 这些实际上没法继续跟着的这些农户 应该也要让他做修根 比照修根的标准 来予以协助 另外就是说有的祖先 建造几个台 但是一直都没法拿到先租款 这些农民是这种 他给他扣这个生亡 这次水把他的餐都挂掉 水把我们这些农组部都顺势掉 如果你要没有保住他 他将来怎么生活呢 所以对农民渔墓的这个损害 补偿标准 应该一方面要放宽 一方面也要实际的认定 才符合农民农户的实际的损害 跟需求 另外就是说 民主政府党提到说 我们应该以返继续 来由四年五千亿的这个公共设 公共的这个设施的经费 来移波支援一千五百亿 我想很多扩展内需是没需要的 有来社区给他一百万 叫他去买电视电器 还是说饮水机来充速 来核销 所以说 其实说他还没关系 在内他的认为 既然是每个人都会有 cosa 在内补静西方的东西 协支持 这三个人都会算 寻调厚I 感谢观看